2004年,刘若英在演唱会上提起一个男孩,对方跟他打电话说我要结婚了,如果你不同意就不结,他想了想,最后还是说了句祝福,没过几天,娱乐圈便传出黄磊和孙丽登记结婚的消息,而直到现在,人们也不清楚,刘若英口中的他究竟是谁,就算知道了,又如何回到当初。 一,某次节目上,黄磊和黄晓明公然谈起了过往趣事,黄磊说,我当年收情书都是按麻袋算,年轻时除了长得像偏偏贵公子,他还相当富有,开着银色的小车,只要一到学校,女学生们就跑来围观,黄晓明说,我知道,我也帮赵薇收过求爱信,那时候,他帮赵薇不仅收过信,还拿到过很多礼物,信都是用麻袋装的,礼物都是用卡车装的,弄得当时学校的门位都快疯掉了, 这不是黄晓明第一次提到,赵薇是他的暗恋对象,那惠儿我真的觉得他很漂亮,很好看,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,这么好看的女生了,可能下辈子也见不到那么好看的女生了,和赵薇的第一次邂逅,让他觉得这姑娘美得惊为天人,黄晓明又补充说,当然,不知道后来有了baby,时间是奇妙的,他打磨了年少时的一男瓶,也打磨了那个见过太爽世面,只爱看同一僵脸的少年, 而当那些沉甸甸的故事再被拿出来,成了一份心动中夹杂着心酸的无奈,那份无奈的名字,就是影响了一代人青春的奶茶, 二,黄磊说,自己把魂都留在了乌镇,那里有一个叫四水年华酒吧,还有一款奶茶叫做我等你,因为文艺的气息和刘若英很相配, 1999年,黄磊和刘若英相识于人间四月天,当时他扮演的是多情徐智魔,而刘若英就是悲惨的张又云,他娶了她,后来又抛弃了她,在大众心里,一起合作过人间四月天,夜奔和四水年华的黄磊和刘若英无愧是才子佳人的代表, 但有传闻称,在四水年华拍摄过程中,当时还是黄磊女友的孙力掌握过刘若英,为此,他和黄磊进入长达半年多的冷战期,甚至传出过,黄磊为了刘若英要和孙力解除婚约的消息,直到他本人在发布会上澄清我和刘若英之间的关系,在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之外的第四种情感,这或许便是相见恨晚的知己吧,刘若英也说,世界上最残酷的也许不是爱恨,是彼此的相望于江湖, 他还在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里悄悄感慨,后来的《我们》什么都有了,却再也没有了我们,和孙力结婚当天,一切都布置得十分仓促,既没有豪华的婚礼殿堂,也没有钻戒,甚至没有正经的求婚,就连彼此的父母都不知道,但是孙力没有一句怨言,况且他也不是不知道黄磊和刘若英之间的感情,但他却说,我不在乎,你不能要求别人心里每个角落都是你,三,近日,刘若英分享了一组生活近兆, 身穿彩色上衣,依旧是青春少女的模样啊,九年前,他宣布大婚,对方是北京人钟小江,他说,一开始对他并没有感觉,明明比自己小两岁,竟然像个养生的老师傅一样有默契,但是钟小江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,给他准备好防冻脚的鞋子。 这些面对面的关心,比任何遥不可及的关系都来得温馨,思考一番后,他决定嫁了,另一边,自觉亏欠太太的黄磊也找准机会补办了婚礼,明在眼前人才是心上人,那些未曾拥有的第四种感情,只适合活在年少青涩里,充当生活的调味剂,如果真的带进婚姻,也只是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或者沾在衣角的白米饭罢了。 数年后,黄磊再度发文,这小熊陪我走过许多地方,那天在杂务中翻到了,决定以后再带着他,配图中的小熊,他和刘若英各有一只,只因为刘若英很喜欢这样的玩偶,所以每次出差都会带上一只。 还有一次,黄磊说,今天,我在街上看见一家店,店名叫人间四月天,让我不觉想起一首诗,店念一个人,即使那个人的名字呼之欲出,也只能藏在心里慢慢怀念,也仅仅是怀念而已。 因为他们已经懂得,相濡以沫,不如相望于江湖。